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蔓延自己内心的怨气 烦恼和怒火将烧去你的智慧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弟子现在分享神奇的解节咒 化解妹妹与电话代理人员的冤解 妹妹的新电话送去维修一个多月了 原本是说好赔偿一个新的送来 等了五个星期却不见新电话抵达 妹妹为此很烦恼 昨晚打电话去询问 语气沉重 心情压抑 弟子想到她的旧手机已经很多问题 急需新手机使用 立刻求观世音菩萨 许愿念诵108遍解节咒 化解她与电话代理人员之间的冤解 让她能够拿到新手机 弟子边念经文 边问妹妹她与电话代理人员谈得怎么样了 妹妹说 新手机已经快递寄出 却在送货中途不见 快递公司推卸责任 电话公司说 会再快递一部新的手机赔偿给我们 真的感恩 南无观世音菩萨 有求必应 让电话公司可以再赔偿一部新手机给妹妹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祝福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台长师傅 在上个月的某一天 弟子不小心遗失了一个很小的记忆卡 里面有工作上需要的一些重要资料 在要交给顾客的前半小时 突然发现不见了 各个曾去过的地方和有可能会存放的位置都找了数遍 心急之下 想到可以求菩萨念准提神咒 请菩萨慈悲保佑 结果就念了二十几遍而已 突然眼睛往一个方向一看 薄薄又迷你的黑色记忆卡就在那儿 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众生的小事都有求必应 让弟子能够顺利交差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在博客上献身说法 心灵法门灵验无比 学佛念经念掉了久之不欲的妇科病 念掉了几十年的过敏性鼻炎 超度了堕胎婴儿 让我的噩梦压身全部消失 以上说的句句真实 还半信半疑的心同修 你们赶紧念经吧 只要你诚心念经 真的是受益万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 感恩护法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台长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早上和师兄们共修百话佛法后 韩小杨同学 他是我的九岁上三年级的儿子 喊他起床 他哭着说 右半边脸 额头眼眶 脸颊都疼 不肯起来上学 我马上让他自己许愿 一会儿念两遍礼佛大叉尾文 放生五十元的刀下鱼 然后自己偷偷地和菩萨许愿 一会儿给他送三张小房子 将今天共修百分之十的功德转给他 消除这里的业障 立竿见影 马上疼痛减下来 起来洗漱 准备上学 五分钟后又开始调皮捣蛋了 我趁机引导他要多念经 菩萨不动因果 要有功德才可以消业 同时问他 菩萨灵不灵 他说 零零零 今年这孩子的三六九加犯太岁 小问题不断 还好有佛法 每次都用三大法宝 许愿 放生 念经化解 要不然就要身体受保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两个生死之交的朋友 在沙漠上走 两个人又饥又渴 走也走不动路 他们距离死亡 只有一步之遥 这时候菩萨出现了 菩萨赐给了他们 一棵小小的苹果树 树上有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两个苹果 菩萨对他们说 只有吃了大苹果的人 才能有希望走出沙漠 吃小苹果的人 只能抵挡一时的饥渴 生存无望 两个人这么要好 相互对视 谁都没有去吃苹果 夜幕降临了 他们两个昏昏睡去 第二天早上 一位兄弟醒来 发现另一位已经离去 树上剩下了一个小苹果 他气急败坏 深感朋友的无情和背叛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他望着树上的小苹果摘下来 毫不犹豫地就吞了下去 带着对朋友的愤恨 继续地走在沙漠当中 可走了不一会儿 他发现自己的朋友 死在前面的沙漠里 而手中握着一个 比自己刚才拿得还要更小 喝干瘪的苹果 他恍然大悟 紧紧地抱着这位朋友尸体 大哭起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人要理解别人对你的爱 真正的朋友 是成全别人而牺牲自己 一个人愿意救别人 只有牺牲小我才能救度众生 希望大家多多的付出 才能让别人感动和得救啊 我们的母亲从小为我们做牛做马的 把我们养大 想一想他哪一天想速取回报的 所以我们人生一辈子就是不了解别人 很多夫妻之间连善恶姻缘你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相处几十年最后才说 我怎么几十年都没有看透你啊 所以要学博要感恩所有的人 哪怕他是你的恶人和恶缘 你也要感恩他曾经陪过你走过的那一段路程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有些人一辈子做了很多功德 但是他经常发怒 最后一点功德都没有 求佛佛不灵 求人人不信 求己己无定 这让产生的烦恼加剧 制造的痛苦更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